今天我們來到這裡我覺得非常的沉重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要花那麼多的力氣 才能夠爭取到我們的房子 在災後重建上很明顯是有族群歧視 族群差別 族群不平等 他們十年當中的教育權 所有的生活上面所遭害的迫害 誰要負責 我們必須要那麼用力才能夠爭取到我們的房子 那我要說我們不要政府好了 真的 我們要政府幹什麼 我想我們哈蓋部落應該是台灣的首例 十年的組合物 你們可以想想看 既然它當初的設計是三年 可是我們可以撐到十年 你們就知道那個組合物現在破爛的程度是怎麼樣子 其實我們居住的這個組合物是在一個很高的勃坎的旁邊 所以這是沒有人會把房子蓋在勃坎的旁邊 那再來的話 已經在好幾年前 我們的地基已經有開始滑動的現象了 所以我們的族群需要一直用水泥 不斷地去補我們龜裂的地板 還有我們的就是有一間房子已經很明顯了 他們第二間的房間已經是沒有辦法居住的 因為那邊已經呈現傾斜的狀態 80霸的位置 然後跟哈蓋部落的舊部落的位置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說 80霸的位置跟哈蓋部落的位置是非常的近的 那可是從哈蓋部落灘它到現在 我們可以看到說水利署它其實一直都否認說 這個興建這個80霸 跟導致哈蓋部落的那個灘方有任何的關係 所以也拒絕做任何的就是一些支援或者是賠償的動作 我們可以看到80霸裡面它除了主霸之外 它還有一個叫做副霸的東西 那那個副霸的功能呢 其實就是當這個我們蓋了這個水霸之後 這個水它從主霸這樣降下來的時候 就會侵蝕那個河床的那個土地 所以它其實有一個副霸就是為了要形成一個消能池的功能 那所以就是讓這個水下去的時候不要非常 就是直接的那個侵蝕那個河床 其實在民國91年的時候這個副霸其實就開始出現活化的狀態 可是我們看到說這個水利署它其實並沒有非常積極的做一些很有效的補救措施 它只是簡單的在邊坡的位置去做一些防護的動作 可是這個東西其實是沒有辦法 就是說當這個水直接因為沒有這個消能池 因為沒有這個副霸之後這個水直接衝擊到河床 它也附帶的影響到旁邊的那個河岸的 就是它也會侵蝕旁邊的河岸 所以就造成了這個最後這個河岸部落整個 擺他的這個狀況 那這個東西其實在水利署自己的調查報告裡面 它也是承認這樣的一個問題的 可是它卻一直都否認這樣的一個責任 然後也不想要就是複習任何這樣 因為我們這個小小的部落二十三戶你漠視了我們事實的存在 如果我們這小小二三戶 漁護的這個部落都疾病毫無盼望了 我們也正式的要宣告說國家也生病了 你們應該要正式站在居住權 愛麗台風以後 很早的時間呢 政府就開始要準備呢 幫哈蓋部落這些居民呢 能夠重建他們的家園 但是整個重建的過程呢 整個行政程序拖延的非常慢 到現在呢 從愛麗台風到現在已經七八年了 都沒有開始動工 那在這個過程呢 這個拖延呢 造成很嚴重的結果呢 就是一開始呢 政府是有預算有經費的 但是沒有動工 那拖到現在呢 這些預算經費 因為年限的關係已經不能再使用了 它反過來呢 要求我們哈蓋部落的居民呢 說你們自己要負擔一些錢 每一戶要出二十萬 但是對很多住民而言呢 他們是沒有辦法呢 在銀行獲得貸款的 沒有辦法取得這二十萬 那造成呢 重建上的困難 那第三個訴求呢 我們了解到 這個問題不只是哈蓋部落 全台灣很多呢 這個原住民居住的地方 水庫的上游呢 很多的燃砂壩 其實從當年到新建到現在 都已經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了 很多藍砂壩呢都會陸陸續續出現跟哈蓋部落一樣的危險 那我們希望呢 監察院來要求呢 這個水利署要檢測全台的藍砂壩 災後重建 現在是 我們台灣這幾年來很重要的公共政策 那政府在做這個公共政策的時候 在災後重建上 很明顯是有族群歧視 族群差別 族群不平等 八八水災 原住民部落必須遷村 遷到很遙遠的平地 可是到目前 沒有一個平地兩哈人的村落 是要遷村的 新樂客颱風的時候造成的災情 新樂客颱風是在 2009年民國98年 就是在三年前的時候造成的大災難 造成許多家的溫泉業者都倒塌 旅館大型旅館倒塌 地基流失 那麼各位來比照一下 庫山溫泉有30家的業者 其中只有四家合法 全部是九成是不合法的 可是我們看到目前 政府卻用八八水災的經費 對所有的庫山溫泉的這個業者 地上務補償九成 土地徵收 而且買台塘的土地 給它很好的土地 這樣到遷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異地重建 那麼各位這個花費經費是多少 總共下來是20億 20億元去對庫山溫泉的業者 做這樣的補救跟補償 我是一個漢人 我嫁到部落八年的時間 我非常的心痛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漢人 要這樣子對待原住民 他們不是不努力 只是他們的環境受限 古語說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他們就是居住在山區裡面 他們能夠做的就是務農 他們能夠做的就是打零工 他們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去賺錢 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夠重視在山區的部落裡面的原住民 今天這個會議協討會很重要 也關係到這個組件 我是這麼重要 應該要一個禮拜前通知 那怎麼會 結果是你們沒有人參加 昨天 昨天才訂購 因為你們認為是昨天才通知 也沒有過分 對嗎 你去那邊協調 這是我們的想法 所以之前到行政院也是這樣 好 其他 好 我們接受你們的陳情 我們來了解處理看 好 These are the 謝謝 我們今天flight s 很棒 今天就是 我們請問 我們要最最後的 請問 請問 請問